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五个小节的学习 用数据库RDS的产品加足 前面我们通过四个章节的学习 基本了解了RDS for MySQL的产品概要 实力管理,数据库管理 包括数据迁移 还学习到了一些相关的概念 可预区,地域,子独实力 这些栽培,一些相关的概念 那么其次RDS不只是MySQL这一个产品 我们还有其他的家族 接下来看一下 目前来说我们RDS包含了MySQL SQL Server,PostgreSQL和PPAS四个引擎 基本上对外暴露的使用方法和管理方法 和MySQL非常的相似 有管理控制台,有实力管理,有DMS 提供荣灾备份,恢复接控器业仪 全套的解决方案 那么全部的服务也都是基于非贴的分布式系统 然后进行服务 那么提供可靠和可谈性伸缩的一个在线的数据过程服务 那么强调使既开即用 随时在线高可靠和高可用的一些特点 那么下面分别介绍一下 除了RDS包含MySQL以外 我们第二大数据库就是RDS包含Sicle Server 那么Sicle Server为什么还需要去介习RDS服务呢 那基本上是说我们的优势和MySQL是一样 我们把传统的数据库管理的一些物理机管理和数据库服务的管理 一些繁杂的工作 那么交给了阿里雍来完成 用户只需要去使用这个数据库就OK了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知道Sicle Server是微软公司的一个中小型的一个数据库 那么有版权license支持 那么RDS的贴身就包含了微软企业版的Sicle Server的license 大家不需要去额外的花这个版权费就可以使用 那么同时会把一些高可用架构和任意实践地恢复的数据功能呢 集成到管理控制台 不需要大家去深度学习去研究这个数据库本身 如何去备份 如何高可用等等一些的问题 包括Sicle Server的优化 我们知道每个数据库 其实优化的方法都完全不一样 那么需要有专门的技能的数据库管理员去深度学习 才能够完成的工作 那么现在有一种统一的方法和标准对外暴露 那么用户只需要上管理控制台去 即开即用就享受到另外一个数据库的强大功能 这就是我们RTS4Sicle Server的一个产品的大概的说明 PostgreSQL 这个也是非常类似的 PostgreSQL其实号称是全球最先进的开业数据库 其实最开始我接触开业数据库 第一个就是PostgreSQL 当时MySQL刚刚起步 那么从国外的好多的软件 开业软件里面 它自带的就是PostgreSQL 它非常像 其实非常像Oracle 里面有表空间 然后有用户 有数据库 然后呢 有各种非常完善的SQL语据的支持 那么同时呢 现在PostgreSQL PostgreSQL有非常强大的相对其他数据库比较有优势的地方 就是对地理信息系统就是GIS的支持非常好 很多物流网的一些应用 贴身就是基于PostgreSQL来建立 非常的方便 它支持数据库类型 有JSON数据 IP数据 几何数据 那就是它有个NoSQL的支持 不仅仅是标准CQ92的标准 这个SQL支持 那还支持一些NoSQL的版本 对物流网的支持呢 非常好 大家如果是关心物流网 或者做物流网方面的创业 那用PostgreSQL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么第四种的引擎呢 就是PBIS 它叫PostgreSQL Place Advanced Server 它是我们和 EnterpriseDB公司 合作推出的一个高度接融 Oracle的一个引擎 因为Oracle有非常特殊的地方 比如说它的SQL 除在SQL条件标准之上 有很多的扩展 很多的扩展 那如果说直接去拿到这些SQL语句 去跑在SQL条件 或者买SQL上呢 有很多的不接融 包括制造类型 这个都是有它特殊性 所以它是一个 稳定可扩展安全的一个 企业级的关系型数据库 如果大家 在应用切移 或者说之前我们进行做一些项目 它之前是 水波机Oracle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第二选择 就是我们可以 上运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将这些应用 迁到PPIS上 大家做一个了解就好了 那么其实 PPIS基本的语法使用的话 和PostgreSQL非常的像 它也是从PostgreSQL发展过来的 所以说在它之上 会接融了Oracle的很多的特性 性能也有大幅的提升 作为一个Oracle上游的 一个悲血方案 非常的实用 好 本节内容呢 讲解基本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